欢迎来到对外汉语教师学习中心官网 在我们这里的话呢 市面上所有的教材都有这个电子版 练习还有那个音频资料 我们教对外汉语的一对一课 有时候会用到很多套教材的 首先的话同一个level 一本书你不要上得很慢 你可以换另一套教材同等level的去上 这样让别人在不同的 因为教材在这种场景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让别人有新鲜感 同一本教材对人学的没那么快对吧 一本教材学完他也不定就说掌握了 但是同一个level我们多本教材去巩固一下 一个让别人觉得这个课学到很多 不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个老师在拖时间 一个课讲了又讲对吧 感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会准备多套的教材 其次的话呢 这个学生他的需求可能不一样 有的呢想侧重口语一点 比如说高级的 因为我们JSK主要的教材JSK 我们应用的还是啥 JSK到高级的 他的就侧重在那个阅读了 比如说五和六 他就没有这种对话了 比较长篇的五六百字的这种课文 短文 他的这个语言的话就偏向于书面一些 那很多人的话 其实他口语已经很好了 他学高级了 我们要有这个口语的教材 高级口语的教材 高级口语的教材呢 他的语言就偏向于口语一点 不仅说他都是对话 他也是一种课文的形式 但是他语言的应用偏向于口语一点 比较通俗一点 就不是书面的语言 这个对别人学习很有帮助 还有的话呢 就是具体的应用场景的 比如说商务汉语 对吧 还有那个外贸的 酒店的 旅游的 我就商务的学了多一点 有酒店的 要在酒店工作 或者教育这样的学生 还有 这是那个社交的 社交的 我是把它归到 像我那套教材里面有 文秘方面的 商务的 外贸的 旅游的 社交的 酒店的 好像是有六本 使用汉语教材 适合level 3的这一套提醒 我有整理的这一套教材 当然还有的话呢 有比如说 五到八岁吧 我就会首选YCT 就是少儿汉语的教材 其他年龄 我一般会选择什么呢 IJSK 相对来讲都比较 呃 强温一点 而且刚需嘛 对吧 IJSK一到四 其实都可以 嗯 比较适合拿来 呃 做这个口语的一个信念 然后 呃 里面我提到的 一二三六 差不多十二 十二套这种教材啊 呃 呃 比如说 有一套叫现代汉语 它是繁体的 呃 那套体系 那套教材也比较成体系 呃 有十二策吧 呃 它是台湾的教材 因为很多 呃 学生呢 也有啊 也有是台湾留学的 他习惯用这个繁体词 啊 但你要问他学选 你是选繁体 还是写简体 就对我们来讲 这我们用的 就繁体少 但其实看着也没什么 太多区别啊 那我们写的话 就麻烦一点 呃 其他都是个认的 不是什么大事 呃 跟大家稍微简单 介绍一下 每套教材 比如 IJSK IJSK的一到六 嗯 呃 它是 呃 四到六 它是六本 六三家册 加起来的九本的教室 教室用素 其他就配合着练习册嘛 对吧 嗯 这道教材大家熟显啊 嗯 然后五到八岁五 就是YCT 因为YCT的教材的话呢 嗯 它卡通一点 它的图片呢 比较卡通一点 所以呢 比较适合小孩子 看的会比较舒服 啊 有意思一点 呃 YJSK教材一到六册 嗯 含练习册的话 就是二本 一到六册的话呢 它 它的主体部分 课文部分 包括对话部分 它都是带有拼音的 所以这套教材的话呢 我就说我也 呃 作为 第二 第二倍显 嗯 因为学 你看 学YJSK一 二 它学完以后呢 它 呃 它没有 掌握到YJSK三 因为YJSK三 它要要求认识很多汉字的 因为它的课文主体部分的话 它是没有 没有拼音的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砍 一旦它能够学YJSK三 这个已经上了一个 很高的一个档次了 YJSK一 它都带拼音的话呢 拼音其实很 对外国人来讲 不难掌握 YJSK一 你都有时候 如果成人的话 可以顺着玩家读 如果是学 从YJSK一 开始学 可能要用 比如说用YCT 或者用那个 本科汉语教程 它也有六册 适合成人的 等科汉语教程的第一册 也可以配合成人 拿来补充一下 其他教程拿来做补充 比如说有时候 我学YJSK 学完以后 可能YCT R3456 我都会让它学一下 然后的话呢 刚才提到那个 BCT 也是三无汉语考试 BCT 这是三无汉语 三无汉语的话呢 它是有 有六册 是初级中级高级 每个级别的话 有两册 一册二册适合的嘛 适合R3学 然后 中级的两册的话呢 就适合YJSK三诗 那难一点的话 它里面就有课文了 上文汉语的课文嘛 但就适合高级一点 本科汉语教程 那都假的 我国外里采用了挺多的 本科汉语教程 适合成人的 但是六册 有时候我拿来做补充 那个编排吧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当然教程内容的话 我们一对一的话 是非常灵活去运用的 适合一对一课谈的 我们就是 多去 都去把它 拿来用 然后有些不适合 一对一上课的 我们就会跳过 大胆地跳 发展汉语的 这二教材非常成体系 听说读习 我一般的话 是用里面的 口语的教材 这个口语的教材 编写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他也是初中高 三个级别 每级两册 那个 中级我用了很多 然后成功之路 他也有几十本 几十本 你看哪个适合 都可以拿来用 还有当代中文课程 繁体的 然后语法 语法的 这个一百颗的PPT 做得非常好 我的话 做大直播的时候 也是拿来用 第一对一的话 讲语法 其实偏离的 他读有别的作用 一般是不会拿来用 轻松学汉语 他是有八册 他的那个教材 彩色的 图片很多 比较适合拿来用 尤其小孩子 说文解释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 我觉得还蛮普遍的 因为很多的外国学生 他学汉语 图快图省式 他一开始的话 就是用拼音学汉语 就汉字的话 他就没有学 你像这种学生的话 比较夸张一点的话 他就是 他的口语 学到了IJSK式 但他汉字的话 基本上就不认识 这时候的话 你用简单的教材 就没办法 就学太简单了 太无聊了 没有疏忽 难一点的教材 他没有拼音 他也学不了 看不懂 所以会对教材来讲 运用来讲 非常尴尬的一个情况 这个时候的话 说文解释 我给他选了那本 说文解释的教材 因为这种学生的话 你讲解汉字 他经常听得懂 因为他的口语挺好的 听力挺好的 直手不认识汉字 这个时候 需要学汉字的时候 就会用这本教材 不是要拿看教材 是我们看教材拿来用 你像我之前有个学生的话 就是前半部分 我们学汉字 后半部分的话 就是想一个主题 聊天 训练口语 就这么一个方式 到后面的话 慢慢他的汉字跟上来了 然后就采用其他教材拿来学 还有的话呢 就是一些fresh card 就是卡片 汉字词语 这一种 其他的教材 刚才也提到 因为比较实用的 这个就各种行业的 这种汉语 我也收集了一些 我们汉语老师 你说在教学上 体现的专业一点的话 就是教材你非常熟悉 对学生的能力的把握 比较精准 我们所提供的 这种教学的内容 它适合它这个level 就我们聊天的这种话题 适合这个阶段的 就我们教学上的体现的话呢 其实汉语老师专业 就是在这里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请私信 好吧